警方在紅磡一個迷你倉 倒破毒品儲存和分銷中心 拉了一個人 行動入面檢目的大麻花重大約168公斤 市值大約3500萬元 這批毒品分批收藏在145盒的谷雷早餐盒入面 警方根據線報 前日在紅磡學園街一個迷你倉埋伏 拉了一個拿著逛街址的43歲外籍男人 他報徵是由北美洲來港的商人 警方檢獲這批大麻花和毒品包裝工具 並且在他租住的酒店裏 檢獲奢合大約80萬港元的外幣 相信毒販租用迷你倉儲存和分銷毒品 正在調查他是不是受僱運毒 追查毒品的來源和主腦